今天也拍過Walkthrough,這個就是賈丙達道公園 裡面包含了九龍城寨公園 讓大家看看名字 有些人都覺得這個不是九龍城公園嗎? 賈丙達道公園 也沒有,外面的路就是賈丙達道 九龍城大公園其實是古式古香那一塊 跟大家一起走通 通常我晚上才進入九龍城 經常拍過夜景 夜景是拍不到的,因為這部機是日光機 一沒有日光,拍攝的東西就不太漂亮 因為公園也很大 也挺長的 可能預計四至半個小時 有很多附近的學生 因為它旁邊的一邊就是學校 嚴問禮事堂那一堆就是學校 很多學生就會經過 在這裏戲 或者整個九龍城的人 想玩就在這裏玩 在這裏的涼亭 外面那一條有聯合度 下個涼亭 有些路不太通 如果你說我剛才也走過九龍城公園 這裏是更多人氣的 中間一點 很快 滑下去 很高速 那些是鞋子 那些有滑的鞋子 很多這些草地 讓大家可以 散開 穿過去 看這些 小朋友在這裏 這些草地有個好處 你放一張植子在這裏 就可以休息了 而且你很清楚看到有沒有舊時 應該沒有 很乾淨 上面有公廁 這裏是空廁 這裏是空廁 後面就是那個 忘了什麼叫什麼 美東村 美東樓 後面快要清拆了 那裏 整個公園是這樣 現在也看到九龍城寨那裏 看看如何走 基本上是想直走 這樣走 這裏看到整個九龍城廣場 看回頭 這裏我沒有拍過 這裏叫Walkful 所以今天拍給大家看 整個全貌 整個九龍城公園 它製造單車場 有沒有機會拍到 哇,很掙扎 兩邊都有東西拍 這邊就是單車場 上面有一塊東西 很有趣 這裏有一個拱門的東西 兩塊石 爬上去可以看到整個九龍城公園的全貌 有很多怪石 拱門 也可以上去看一看 拍個購物 再進入一點就是九龍城寨 那個公園 就是這個位置 晚上也很漂亮 整個九龍城 看到了 整個九龍城 暗暗暗暗暗暗暗的 景觀也很特別 什麼 我們就每個人都到達了 那邊就是大廉 我們點到一個廉棚 那邊就是廉棚 的小龍城 很特別,它是零零四四弄一個高台給你玩 即是觀景台,一個迷你觀景台 你也會看到,待會也會穿過這個 這個公園是很久以前拍過的 那時候拍過一些隨影,今次拍過一個窩褲 稍後會穿過這個 不過先拍一拍這一邊 所以如果繞在九龍城寨的公園也要很久 因為那個是一個很大的建築園 圍攻 不要緊,我們先看看單車場 一塊塊地拍 因為九龍城寨真的拍過也沒有數次 也不賺了幾分鐘 反而這裏單車場我很少試用 應該這麼說 不會在這裏踩斜 因為是圍著公園,圍著公園 不踩的,只是踩一個圈 就是這個位置 這裏也有很多廁所 這裏也有一個廁所 看到一些古墻 古代石壁的墻 就是九龍寨城公園 那塊就是九龍寨城 西門 西門 九龍城寨 西門 西門 西還是西? 門字加西就西了 西門,西門吹雪 哈哈哈哈 這裏也封了 這裏也封了 這裏就是單車場 沒有人用的 純粹有人在這裏跑步 玩飽徑 單車場 我們穿過西門 哈哈哈哈 看見九龍城旁邊的高樓大廈 那些施樓 這些古墻 應該還是保留的 這些就有歷史 可能是百多年 沒有百多年 都六七八十年 這些古墻 我想是九龍城 原先的範圍 那我可以給一個 Wide Shot 這個活包鏡 單車場 就在中間這個位 這個古墻 相當之距歷史 應該是保留的 我覺得這牆 因為它那個真是殘 純粹保育了 即是留了圍牆 我猜而已 應該是這個 這牆 其實九龍城寨 也有些遺跡 就是那些保留犯 或者搬來搬去 但我覺得這牆 是留下的 當然 我們有些很資深的網友 他們應該會知道 到時候 留言再補充 這裡就是換飽徑 單車徑 這條是換飽徑 上面那條是單車徑 謝謝 真的沒有試過 好像試過一次 這麼大把 很久了 很小 十幾年前 真的十幾年前 好像中學時期 玩過一次 自此之後都沒有 因為很難形容 你在公園踩單車 有什麼人 踩單車當然是享受風景 這個就是南門 九龍寨城南門 再給亂拍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可能未必再拍 這個位置 就是球場 大球場 再過一點 這棟叫浩門 牛圓碎在那邊 那時候拍的影片 就是沙浦道 就是那邊 那邊開始拍 那邊開始拍 一條街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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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得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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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 這個位置已經進去過了 其實基本上 都來過了 不過是日後來拍 清楚一點 由右至左拍 不是 由左至右 左至右 方便我離開 我離開的時候 我離開 我離開 這位狗這麼快 其實有很多路 你看到 一二 兩條路 然後這裏有三條路 那時候也拍過 其實那時候 用dji1 還是 好像dji1來拍 好像很早期 那這裏有個九龍寨城的模型 九龍寨城的壁畫 我可以看到那個屏幕 寶寶仔站上去 壁畫 記載了九龍城寨的歷史 基本上 日本人很喜歡 九龍寨城的歷史 不知道為什麼日本人很喜歡 他們保存的歷史 是保存得比較好的 日本人那裏 就是圖片 影片 他們很喜歡這裏 他覺得九龍寨城代表香港 有個衙門 之前也拍過 有個大炮 有個大炮 其實很多東西走的 這個公園 盡量走 不知道是什麼 是 雅門 有個公堂 當時當然 有個包大人在這裡 審理案件 我們現在有些法院 區域 高等 中審 不知以前是否會正義 一點 雖然可能簡陋一點 可能相對 比較公平一點 也不奇怪 現在我想是最糟糕的時段 香港是 這裡有些圖片 介紹 一個這樣的區域 很大 全部都建了房子 有名字 凍凍也有名字 全部都拆掉 九龍寨城的模型 這裡有些公園 這裡的好處是可以任你參觀 任你參觀 坐下就可以了 看看 看看 雅門後面也有 還有 可以進去嗎 不可以進去 封了 之前有些展館 之前 四通八達 也有很多東西看 基本上 可以這樣看 這裡有一個原地 很大的 有十二生肖 這一邊 也很美 那 我們走這邊 這邊 全部都是古蹟的大漫 對 OK 這邊 這裡是城牆 這裡 好美 每逢 靜師 晚上更加美 真的沒有人 一個人都沒有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庭園 這條路也很美 沿途也種了一些盆栽 哇 很大的 什麼芭蕉葉 芭蕉樹 這個我走過很多次 不過 如果你說 拿DJI 2 去記錄 就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這樣做 拍攝 鋼蕙蕙蕉 通不通過 去 都可以 進不去庭園 我想進這個庭園 進不去 好一點 我這樣就走上來 OK 所以你每次 這個公園好玩在於 你每次設計條路線都可以 很不同 我想走去 這個圓庭 怎麼知道走上來 不過這條路我都沒有走過 這種走法 叫做 不過不要緊 就是 也沒有說一定要走完 拍到那種近距 感覺都不錯 龍津石橋 小橋流水 有些排面 其實就是以前那些 可能真的有那個 河流 也不奇怪 龍津二巷 有條小巷也不奇怪 我留在排面 當然 現在就面目全非 好看 好看 有個涼亭 基本上很多池水 就不太覺有什麼魚 好看 也有些 好像古代大宅那些 那些路 都很過癮 走進去 就好像 去回古代 這裡 通出去就可以去回 那個 美東村那邊 基本上都是零死角的 相當之美的地方 環境優美 好看 以前呢 偶爾也有 有些人穿古裝 就在那裡拍照 好搭的 因為都整個古代 你要小心看 你才發覺 其實那些窗花 個個都不同 圓形 然後也有很多涼亭 那麼也有人在拍攝 有名字,叫溪塘 有很多對聯 你慢慢欣賞都會看到很多不宜的東西 例如這裏有些古文 十首長壽歌 色有行龍人,行路人 外奔馮十壽,連街八歲魚 精神加配有 有時候讀一些古文 其實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感覺上是高級的 窗花都不同 然後這裏的水池很大 很漂亮 你在原位置等我 在什麼位置? 在雅門那裏 你等我,我走過來 我女兒玩玩手機,我把手機放下 現在找回我 OK 這個水池很漂亮 這裏有一個瀑布 那裏有一個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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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拍過那些窗花都很可愛 我自己覺得很可愛 基本上有很多角色 有很多角色 所以如果有些人喜歡這裏 拍到一次又有什麼所謂 我會想看 好少見的 又是不同的 是不會重複的 多有趣 它是有想過,而且漂亮的模型,像那些晚花童的樣子 我明明是找專家砌過的 26分,可能真的要拍到8個字 感覺都行不完,因為這個公園真的很大 會迷路,其實真的會 第一次來,是有少少的 中間的艇,我就不走,拍一拍一拍 中間這裡有個涼亭 也很漂亮 這裡也有寫過歷史 九龍城寨原為中國軍營 成長於1847年才真見 真的是成長來的 相信這是英國在1981年佔領香港港島後 滿清政府為防禦英軍來犯才真見的 1989年,滿清政府把新界租借於英國 九龍城寨,包括租藥內 令債城的地方,地位 多年來都變得十分夢幻 所以就三不管 OK,有趣有趣 這裏呢 很含糊的 是不是你呢? 你自己想吧 所以就有很多黃島毒 基本上就在這裏 這裡 這裡有個很大的庭園 這個位置我最喜歡,因為它很空曠 我自己覺得這座很漂亮 我自己覺得 很特色 這些古代式的設計 有對聯的 所以如果你要慢慢欣賞 那些古文 就真的很久 要很多時間 以前我隨意都拍過 天行見,自強不適 故體欲常露 食不當行 此而素 殉 動 古文的東西真的不好吃 有些知識 但是 要解釋是很難的 看下去 看看如何下 如何下 這個位置 可以走 這個位置很方便 這個位置很方便 是很方便 這個位置很方便 很方便 這裡的迷宮 至少來過三次左右 和女兒拍拖 都來過三次 很漂亮 一個個小山丘 有時拍這些影片 我想九龍城公園 可能會多一點觀看 但無所謂 有時我都會當作一個練習 即是 你怎樣拍這些影片 拍到好看 或者是 可以拍到全貌出來 都是一種技術 沒有太多樹 很大塊 很古靈精怪的石頭 很多洞 還有很多洞 先鑽山洞 這個位置很漂亮 打卡的話可以 不太好看 今天還有另一邊 先拍完 先叫一叫我女兒過來 先叫她過來 她剛剛在衙門等著我 見回她 OK 走這邊 這邊還沒走 這個是另一邊 分左右 西啊東啊 這個也是 有名的 叫做藍門懷古 是以前什麼 黑有藍門九龍寨城的 花光岩石鴨 就放在這裡 有一個這樣的 有一個這樣的 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 挺有趣的 應該是一些 鋼筋 可能是門口的位置 其實也看不懂這塊是什麼 有寫的 但我也不明白 九龍寨城進行清拆期間 古蹟辦事處 進行考古陷冊 什麼 成功發掘出原來城牆殘的牆基 喔!牆基 清理出一條 環繞寨城內牆的牆水屋 及石板街 對 可能用來排污水 類似地下水庫 排污水 這塊東西 我想是 比較古蹟 類似窩底山的古蹟 窩底山古蹟 據說 最新的新聞 好像是有限度公開 讓大家去看看 其實可以 因為那塊東西都很硬 上去看看 這邊也對 這裡設計很多良品 所以金融寨城都很可愛 拍完 拍完的話 也要 這條女兒也悶了很久 跟她開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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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那邊有另一個出口 可以去東頭村 可以去東頭村 這座 其實這座 一向都覺得很漂亮 如果你在 鑽石山那個 摺炎鎮魚 全部都是這座 都很漂亮 和大家看看十熱身照 可能都能走到一陣子 就差不多完 就是想看的東西 或者是好看的都拍出來 有狗狗 有點像 也不像 在這裡這麼獨特 有猪猪 連猪 鼠鼠 米奇老鼠 猴猴 看天打掛 這個位置 在這間屋子 都有些東西看的 應該攔住了 有些人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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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太漂亮 這12生小 不太漂亮 我覺得 好像很 價格不入 放在這裡,但也不太好看,它有些方位,圈圈圍 這隻兔子很可愛,我意思是它的雕刻風格是比較搞笑 像小朋友作品一樣,不是一隻很有氣勢的風格 還有蛇,馬,不拍了,只是一隻梳梳 有人處理的,有些草 走這邊,這邊就是看完了,差不多 比較重要的打卡位,或者靈位 這裡有個很空曠的位置 上去,走幾級 高一點,有時可以看得到 有個怪蛇在這裡 很漂亮 每次來的路都是,對我來說 既熟悉,又大一點點陌生 因為它有太多路,其實我不是每一條都走過 所以這個公園是有點像迷宮 不知道是什麼石 城牆 一些岩石 有個柱椅在這裡 零零射射,有個柱椅在這裡 周圍都沒有,只有那塊 有個柱椅在這裡 又發現了一些有趣的東西 當然不是很驚訝的那隻 可以看到整個弄龍城 四十幾分鐘 相當之長 這裡有兩條路 這邊應該可以通往外面 走這邊 這邊就是出口 繞一個圈 女兒都需要 今天很想開派對 她今天 急著開派對 催我 催我了 整個公園的設計 這裡很漂亮 城牆很漂亮 這個入口我沒有入過 所以看到很多怪石 基本上有幾個入口 這個公園很大 都很有歷史價值 基本上 有收視再拍 用不同角度拍出來 九龍寨城 美東樓 這裡就是 阿將要清拆的 現在沒有人住了 沒有人住了 真的清拆了 搬走了 搬走了很多 有些人還在住 有些人還在住 多謝收看 我來的 我來的 我來的